齐活了 两菜一汤 两菜一饭啊 酥白肉 就叫蒜泥白肉 一家1987年开业 将近40年的老陈菇豆汤饭 回来了 这是酥白肉 就是您家最处哪种 然后再来一份那个 豆汤饭 爱对豆汤饭 然后再推荐一个什么吃的吧 就是您家比较有特色的 鱼香豆腐和椒叶豆腐 鱼香豆腐或者是 椒叶豆腐和鱼香豆腐是分别比较爱 比较喜欢吃 那就最近总吃豆腐 那就椒叶豆腐吧 谢谢 谢谢 等一下 不急不急不急 齐活了 两菜一汤 两菜一饭啊 酥白肉 就叫蒜泥白肉 我记得 四川好像有一个城市吧 它的蒜泥白肉特别出名 搅拌一下 看着就很香 这个 椒盐土豆泥 椒盐土豆泥里边好像还有那个 豌豆吧 这个里是不是还有豌豆啊 这就是豌豆泥 啊就是豌豆泥啊 那什么叫椒盐土泥啊 豌豆的那个豆泥啊 我理解一张土豆的那个 哦 哦 好好好 然后这个就是豆汤饭 刚刚问了老板 问了老板娘 说这个豆汤饭呢是 豌豆 然后用这个大骨汤 熬出来的 然后跟饭一起煮 看着 在成都可能算是 或者在四川算是非常清淡的了 来 蒜泥白肉 拌好了 这精薄精薄的五花三层肉啊 夹杂的蒜泥啦 红油啦 辣椒啦 香 别看这个又五花肉 然后又红油 又蒜泥又辣椒的 其实这个菜的口味 还算是比较清淡的 而且凉凉的这个 白肉五花肉呢 还是很爽口 此时此刻就应该顺上一口 这个厚汤饭吧 豌豆腐加大骨汤 这个鸡汤也会吃到 很爽口 很爽口 新的暖胃都36年了 错不了 蒜泥白肉呢 还真不是第一次吃 吃过好几次了 但是这个 椒盐 豌豆泥 黑 这个菜 别说吃了 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要不来我都不知道 这也是一道比较清淡的菜 因为豌豆本身就比较香嘛 然后再做成豆泥 然后再用椒盐一炒 就更香了 然后细细品味 然后再用椒盐一炒 吃 真是没想到老成都啊 还有这么清淡的馆 这家应该是我来 成都差不多这半个月吧 吃的最清淡的一顶 但是有点像早餐那个 非常多客户一家老店 温馨和卫生 拜拜 下次再见 拜拜